哈嘍,你們們,夏天來了,賭場吃點冰的 今天我要讓外賣小哥去便利店幫我買100塊的冰淇淋 看看我會收到哪些驚喜 OK,來嘍,冰冰涼涼的,我們還是老會舉盲刷 第一個 欸,這裡是個嘴巴的形狀 天使之吻冰淇淋,名字不錯 它裡面也有一張嘴巴耶 好冰冷的吻啊 外面的巧克力很濃郁,裡面是牛奶味的 它們在外面的巧克力好香啊 但是它除了造型比較獨特以外,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一個普通而單純的冰淇淋 OK,再一個,玉劍泥,它是一個玉泥流星口味的冰淇淋 上面有一層白白的,應該是椰蓉 但是中間這一層紫色的,並沒有達到它圖片上這樣子流星的樣子 然後我覺得它面上這層椰蓉也是有點多餘,感覺是有點很渣嘴 OK,接下來是一個,它做千層雪 這個我好像是吃過的,這個非常好吃 它是一個小杯子的形狀 這個有一點像蛋糕的口感,它也是分層的 這個的芝士味特別濃郁 然後中間有一層餅乾雪 我覺得這個冰淇淋用來抹在麵包上也會非常好吃 OK,下一個,鳳梨酥味的冰淇淋 打開真的有一股鳳梨味,真的感覺好奇妙 好像還吃得到那個鳳梨果肉的感覺 裡面的果肉特別多 它整個就是把鳳梨酥的餡料包在了冰淇淋裡面 喜歡吃鳳梨的人一定會喜歡它 OK,下一個,這個叫做蒸草玉劍 它是一個蒸子牛奶巧克力味的冰淇淋 這個聽名字的話應該不會太難吃 外面吃起來有一點點苦 但是它裡面這個冰淇淋呢 口感讓它更加細膩一些 我原本以為它裡面會有些蒸子的果仁 但是裡面就是一個單層的冰淇淋 我覺得有盤咖啡的人應該會喜歡吃這塊 接下來奧利奧加辛冰淇淋 哇,它真的是一個奧利奧的造型 它的口感怎麼形容呢 就像是把麥旋風做成了餅乾 這款冰淇淋好吃的原因有90%是因為奧利奧餅乾本身很好吃 OK,下一個,這是一個非常熊貓 這就是以前我們吃的那種學人冰淇淋 只不過它做成熊貓的樣子 但是這個有一股很濃郁的黑糖的味道 我只能這麼吃了 這個黑糖的味道很香 它不是巧克力也不是咖啡 是很濃郁的黑糖香味 像在喝黑糖奶茶 夏天吃冰淇淋真的太爽了